首先你打開我們Animai之後,您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做註冊 那你說不註冊可不可以用,也可以用啦 只是待會你還是會遇到要註冊的 所以我們先到右上角這裡 您進到右上角這裡有一個登錄,按一下 好,按一下之後呢,在這邊 你如果用的是那個國際版的註冊完就好 但是如果是簡體版的還要收認證信 那各位老師應該知道 如果你不是真心的 你應該知道早上那個關鍵字是什麼 這樣可以接受 自己先註冊一下好不好 等你一下 所以如果老師您註冊好了 因為簡體版他需要去收認證信 您先去確認一下有沒有收到信 那登錄好了會像我這樣子 就表示OK了 OK了 那麼利用這個時間 老師在註冊時間我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註冊這個我們講的 簡體版跟所謂的國際版哪裡有不一樣 基本上 軟體99%都相同 簡體版有多一個就是不同的方言的部分 就是語音的部分 它這個是國際版沒有的 第二個主要的差別是在什麼 授權方案 授權方案 因為授權方案的話 如果你是國際版的 我們可以稍微去找一下它的關鍵字 A-N-I-M-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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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你可以 這個 中文的 叫做萬彩東話大師 那 另外呢 這在廣東 A-N-I-M-I-G 你去查它的那個什麼 這個 國際版的 是到這邊 底下 他們兩個最大差別就是授權方案 如果你是國際版的 看你是要按月角焦 還是要按臉角焦 現在都是這樣 但是簡體版的呢 買一次終身有效 可是你要去開戶啊 你要用淘寶買啊 對不對 所以看你啦 但是 沒有 購買也沒關係 免費版還是可以用 還是可以用 這樣OK 可以 我順便看一下 版權問題 這個 版權的部分 你可能要留意一下就是 我們在做那個公開沒有環期 因為你雖然是沒有註冊的 可是呢 它會有浮水印 左上角會有小小浮水印 我的是特別版 所以不會有浮水印 特別版的意思就是說 你有時候它有一些活動 那你去參加 它就幫你把浮水印刪掉這樣子 這樣子而已 欸 是這樣子嗎 那 這個當然比賽就比較 不見得OK啦 因為畢竟它不是你的原創嘛 對不對 所以 你做一般的 我覺得 比較沒有問題 OK 那 再來我們看一下 十分鐘信箱 吳法東老師 人數我們已經超過了 不要這樣 換一個 耗氣式信箱 自己Google一下 還有很多其他的 十分鐘不可怕 好嗎 你可以選擇其他的 這樣老師有沒有註冊好了 我先等大家一下 是的 說真的 沒有了